大家好,我是總結,今天我們會出來巡團 那今天我們來到了,這邊是位於台中大理的修平這邊 修平科技大學,這算是回到母校的感覺吧 因為以前我大學的時候也是念修平 那今天我們就回到母校這邊附近巡一下 結果來到這邊,門口發現了有兩間娃娃機店 那我們就來這邊稍微小玩一下吧 看大學門口的娃娃機店好不好玩 那我們就先來玩第一台,第一台是門口 門口的第一台 第一台是門口,門口的第一台 門口的第一台啦 到底要講什麼 就門口的第一台嗎 幫你抓雨堤 第一台的門口,門口的第一台 下爪比較偏快了一點 但是我先把這個解掉好了 不然它在這個位置不行 我們先把它解掉 但它爪子很有力 結果我現在頂到就當掉了 可是它這次躺下去應該會躺 它會往前這裡 看這邊車流量比較大 那個車的聲音蠻多的 所以我們要盡快的打出貨 我看能不能這一台我把它出個一樣之類的 我把它小盾一下好了 這樣子 彈 但它爪力是真的開很強 它的那個透明窗夾到整個貓進去 它自己動嗎 對,動這個好了 反正我們只要出一樣 動這個好了 來 左右盾 吃 放 好,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捏這個好像會比較好打 不要動 嗯 因為它爪力你看很強 只是這邊 很多小黑紋啊 這邊 看能不能趕快打出貨 不然我真的受不了了 有點癢 我一下在打的時候 左手癢,右手癢,腳也癢 嘿嘿嘿 阿這個咧 這好不好入耶 對阿 這盒因為比較大 加上它的下爪比較癢快了一點 不然我想說打一下這個就出貨了 這樣咧 全包一下 欸 它的下爪竟然那麼快 我們打推好了 微推啦 就微推 就微推 我們很順利的 打了一個這個巨無霸公仔 這盒巨無霸完全沒看過 但是我剛剛打這台的時候 其實它的下爪是有點偏快 只是那個時候 如果我們打兩拍的話 它是到不了 所以我那個打一個微推的感覺 夾起來後旁又下放 那那個要不要小試一下 要嗎 小試一下下 這一個阿 來,我就逆斜甩逆一次就好了 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這樣子 它的短跡抓不到欸 對啊,是不是抓不太到 我最後一下好了 這一下沒有就算了 算了,因為它刺不太到 好,那我們去玩一下下一台 那我們來小玩一下另一台 另一台中型機台 因為我這台是看到它後面藏了一個 你看 藏了一個白鎮公仔 來 吃 再推它一下 對啊,那一個應該 我原本在想那個要不要動 但是那個應該先不動 中,放 但是它下來之後我要怎麼打 又是另一個 處理的 這樣,下來 直接滾下來 這邊可以 那邊不行 對啊 這邊是五檔 欸 欸 欸 接下來 舒服 那這邊咧 它這邊整個五檔欸 一、二、外 還是是不是要打這邊的 騎 還是可以換台 好吧 我們那就下一台吧 這一台也是有公仔啦 但是它藏的這個就比較深了 這個比較深一點 但它出來之後呢 好像不能五檔 下爪式還不錯 不會到太快 五檔 這算五檔嗎 這一個再動一下 彈一下 它的手太扁了 但是這個應該要撥下來擋一下 這一個 彈一下 對啊 這個要下來 擋一下 來,這個納莓 撥一下 點一下 點一下 下來 再一次再一次 這個納莓 拖一下 奧蕾 差點啊 換這個包包 來了 那這個納莓要不要下來 再點它一波 納莓五檔 它的下爪沒有到那麼慢吧 欸 欸 差一點 差一點 不夠慢 下爪那個不夠慢 它在這個高度反而有點小尷尬 啊 啊 算了,我們摺衣吧 看能不能把這鴨子打掉就好了 但是它有下線長度耶 都出一隻腳了 哼 來啊 來啊 欸 自殺 哈哈 好,那我們最後呢夾了這個小 鵝吧 這是鵝吧 好了 那那個就算了,我們就不去拼了 因為 這個點的那個車流量有點偏大 有點吵 那我們就先夾這三樣吧 我們再尋一下下一場 我們 從哪裡 從大理修坪 然後一路循循循 現在尋到了霧峰這邊 看這台有辦法享受一下出貨感 因為它是夾衣 可以搓一棟 我看能不能把它搓個一棟 因為它上面你看 上面有很多金證啊 一番賞 也有飄離貨車 雖然它的動數還非常的多 但是我們就不妨 抽個運氣運氣吧 不一定剛好讓我抽到一個一番賞 來啊 它的跑了有點慢 嘿,彈 那是不是我逆一下這個 但它捏 它捏是完全捏不動 全包看看好了 射屁股 嘿,射 你打一包 我會買蛋 但是我可以抽到一番賞啊 來了 你看 來了 我一包可以抽一個一番賞 你一袋有辦法換一個一番賞嗎 那你要抽到啊 抽給你看 我看能不能再夾個一包也好 我們就可以抽個兩棟 最近我搓搓熱啊 抽東西的運氣蠻不錯的喔 嘿 夾下面這個嗎 下來 來 不過它的爪力是真的 它調到完全 你要靠吸的出貨 應該基本上應該不太可能 全包 一二彈一下 哇賽 多了 對啊,看我看能不能吃到那一包 啊,我知道了 我先把這個做過來好了 這一個 欸 不能吸啊 對啊,不能吸啊 對啊,不能吸啊 嘿 嘿 然後我捏一下那一包 試試看 這一包 哇 哇 空抓 空抓 再空抓 一二 哇 真的不行喔 嘿 嘿 射 你們再給我一包就好了 摸一下 摸不到 它二手的那個力道是真的非常的 沒力 這樣咧 這樣咧 你看 它是完全捏不太住 完全沒什麼力 就剛好撥一下脫鉤 好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戳個兩洞 讓我抽一個 至少飄移貨車吧 它上面獎項還非常的多 雖然它的洞數你看 它這個非常多 這二四六 二四六八十 喔,這整個有六十個洞 太多了吧 但沒關係,至少我們戳兩洞 來,夾一抽一 來,要哪一個 這邊有一隻螞蟻 這是個信號 真的,螞蟻停在這個點 好,就你了 這是個信號 螞蟻提供的信號 三 有三咧 三是什麼 我數字就有中啊 不是嗎 對啊,好像是飄移貨車 它有三咧 好,產籤嗎 有人三啊 有人三拿走了 為什麼 那我們有中啊 對啊,什麼意思啊 我抽到三 然後三已經有人拿走了 它寫叉叉才是為中獎啊 對啊,叉叉未中獎 這個台主它是重複放籤 你看,都是三 你看,都是三 沒關係 這個等一下我們 可是它不是重複放叉的啊 它重複放到對獎的、中獎的 它可能是沒有注意到還是怎麼樣 我們抽到的是三 那等一下我們這一張必須密一下台主 那我們再抽一個洞 沒信號了 哪個咧 這一個 叉叉 哇,一個叉 你看這個叉叉就很明顯 這個叉,你看這個 叉叉就是沒中獎 那我們密台主吧 對啊,我們就來密密看台主 看這個 我們是有中的 然後上面沒有獎品 看台主要怎麼處理呢 我們就去密密看吧 那我們就先來玩一下下一台吧 這一台一樣是夾送 它上面有夾 夾4、夾10、夾15 夾15有點多 那我們可以拼個夾4 拿個保鮮盒也不錯 然後它擺得超滿 那是不是這邊我再拉一下 這邊再拉 這邊拉不動 再拉一次 那我左右一下好了 先求全包把這一個 變個位置 彈過來 好走的 呃,是還好啦 它下爪是真的很慢的 那這個 我推 二手 來這個咧 再逆 這樣子,全包 夾兩個 夾兩個 出一個 嗯 這樣子,出一個 算了 我先把這門這些 拱一拱好了 七星夾在裡面 對啊 哎呀 它那個寬邊 絕對不行啦 極致薄 啊 來啊 有了 有了 要這麼薄啊 嗯,它真的要薄在一個邊耶 過來 然後那邊我們都盡量先不動 打周邊了就好 因為那邊都 其實都可以做一個借位 這邊也很漂亮啦 來啊 過來啊 中 你看 借位 要薄 好 吸它 這樣子 剛剛吸得不錯耶 欸,還是甩過去我勾它的兩個吸行夾 過來 是嗎 欸 我肯定不 好吧,那算了 哇 吸不起來了 再一次 有 吸不動 剛剛我怎麼吸得動 算了,來 兩個 吸 欸 欸 它這個是 勾 欸 它可以甩打嗎 這個甩 甩點應該是還可以 但甩打應該有困難 這樣子 啊 剛剛要出了耶 我再勾一下它這個 勾 來啊 嘿 嘿 卡住 嘿嘿 卡到了唄 OK 那我這邊再 吃一下 還是你這屁 用吸的 也是可以 但是這個能不能推過去 推不太到 對啊,推 沒推到就算了 太常拼 對啊,又給我噴回去 等一下我再勾一下這個看看 這樣子 好,這樣子 嘿 哇 我剛才一下很薄耶 嘿 來了 兩個槍位 對啊 這一個好了 直接全包了 哇 我東卡西卡耶 全包 你 你 浮啦 這一個 都沒有浮出來 對啊 勾出一盒就好 一盒 來了 算了算了 我還是拍二收好了 有了啦 有了 不會了 OK 那我們夾式也成功 那我們就密一下台主 我們拿那個夾式送 好 那我們再尋一下其他的 那我們最後呢 來享受一下出貨感 這個擺的算是 滿 滿滿的嗎 哎唷 是甩幅 那這樣還可以喔 噢 甩幅超大 後航 沒出來 差點 再一次 哎 哎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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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台主上面有夾送 但是他最少要夾巴 嗯 但是我們就試打看看吧 如果很順利夾巴 當然就夾巴 哇 這個甩幅 左右 哎唷 卡住耶 對啊 極致薄 他捏薄我覺得應該會直接拖喔 有了 啊 捏薄不行 太薄了太薄了 再捏多一點 這樣咧 可以 這樣咧 可以 他裡面有公仔耶 哪裡 這裡面 哦太裡面了吧 所以 那你不是很喜歡每次都很裡面 可是那個真的太角落了 加上他前面的障礙物太多了 哎 這個拉下來 拉不到 過來 我們這樣很順利很快就夾二了呢 這台應該要夾個八 其實真的 不 這個 這樣子 太長了 哇 但是他應該不用到太大甩 這樣子微微蹲一下二收 起 夾三 來帽子 全包 這一個走開啊 我甚至想要打到後面那一台 小踢背 出 扶 過來了 這個要嘛出要嘛走開啊 先脫 這個 中 被前面那一個擋住了 對啊 他還給我丟回去耶 哇塞啊 哇 你看這一下就真的是悶了 哇 你看這一下就真的是悶了 好不容易帶出來了 結果他給我回去了 過來 來 欸吃到 過來了 來了 這個包下去應該會出來吧 是嗎 對啊 好了 這邊補滿了 有了 那個太難了 有四四方方 對那個四四方方是真的比較 偏南的點 因為他本身就超級輕 你要跟他拼拖應該也很難 反而這個 這個絕對很簡單 欸 起 對啊 這個甩幅你看 拖一點就好了 好厲害喔 這個一定也很簡單 只是要出不來 也是出得來啦 這邊 只是這邊你要 把它帶走而已 出來了 哇 那這樣是不是我們還要拚八啊 我們好像夾六 夾五還夾六了 欸我退一下好了 彈 走開 你看這個煩不煩 要擋住 來外丟 來外丟 出來了吧 欸咩 來 全包 沒什麼可以倒 對啊 它倒了就有了 再一次 倒 但它躺掉我不知道 躺掉應該 欸 扶得起來 扶得起來 應該就沒問題 滴過去 對啊 哎唷 還以為要斷走 但這個應該捏起來 它會直接脫掉 這樣子 吃太多 我想說它根本hold不住啊 怎麼hold住啊 它可以插進去 來了 上去 過 算了我先換一個口味 換個味道 全包外丟 打這個就好啦 對嘛打什麼賽車 嘿嘿 再一次 我看一下看一下 八個達標欸 十個喔 拿喇叭喔 也不是不行啦 這台其實都很簡單 但是我們要拿喇叭的話 就是要挑 比較 比較好打的 過去 過 我沒想說 以這個角度 捏在極致堡 啪一下就直接飛出來了 欸極致堡 對啊 這角度應該 更有機會 有了 從洞口飛回去 哇賽 哇 他剛剛連盤兩次回去 哇賽 有了 有了 來 把這個帶過來 哇 那個有重量耶 像那個藍牙耳機只要過來 那個一個機制寶應該都是直接秒殺 來 有了 來啦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有了 有了 好 漂亮 那我們就拿夾石了 那這個夾石送我們再密一下台主 我們這次總共就夾這樣子吧 還有那個地上還有一地 還有我們剛剛在上一場 又夾一個巨無霸還有一個白鎮公仔 算蠻順利的啦 然後也有順利的拿到這一台 嘿嘿 不錯吧 為什麼這一台 因為我們剛剛有夾那個3號嘛 那3號上面 那個台主就直接拿給我們一台 飄移貨車 因為他說那台原先就是貼飄移貨車 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種重複吧 或者怎麼樣 反正不管 然後台主就是直接補一台給我們 那我們就夾這樣子 那這是抽獎要抽什麼呢 這個運氣非常好的白鎮悟空 那就抽這一盒送給大家吧 好 那這一盒的抽獎方法連讚片尾 大家看一下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我的方法 我們下見 拜拜 不可能 好 本在致電話 會員 不用客氣